好了,我用完眼睛後 其實你會發覺可以用眼鏡做眼線 我們可以加強眼部的立體感 你看到眼線出現就很出 大家也有用過眼線高的那些 這個就類似眼線高 其實看到它一直用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眼光有一個好處 就是質地很滑 所以它就很容易推開 就不像你 有時Powder會很難blank 但這次這個就真的很blank 你看到模特兒的樣子馬上出來了 還有,譬如晚上的時候 你當然畫下眼線 如果你畫下眼線的時候 有時候會發覺你的眼線會比較 就是普通眼鏡是很濕的 你試試用眼光去畫眼線 你今天看到其實會有靚靚的 你近看 你如果燈光射到你的時候 那是非常之力 還有,其實接下來秋季 今年的秋季大意的顏色 都是走紅色或者紫色 所以這次這個眼妝也相信 會很配襯一些 比如深色的衣服會配襯到 但其實你見到今天他穿了這個 最新的Paris、Moscow 系列 這個淺色的衣服 他配襯上去也是非常之配搭特意的 哈哈哈哈 他還說得很好 很好 謝謝 那你先畫上眼線 其實就更加之輪迫明顯突出很多 當然因為Model 他漂亮的樣貌 的確是很配襯這個妝 但其實這個妝 放在亞洲人上面 可以怎樣做呢 其實眼睛都一定會塗到 對 即是不需要擔心或擔心 擔心到眼睛 只不過我們塗的技巧 再盡量 專注在眼皮的位置 不要塗得太高 比如紅色的 不要塗得太高 即是只塗在中間位置 眼頭那些位置都OK 那你先出發呢 現在就做一點點 臉骨位 對 就令到他的臨骨出光 好啦 那我們就塗那個眼影 跟著呢 可以鎖上一點點音質 那看到塗這個眼之後 就塗得太多 塗了 那胭脂呢 當然要用這個 就帶一點點 Earth Tor 那因為我們的妝 其實 不會說 全部太深色 那如果 就塗得太深色 那這樣 那胭脂呢 稍微可以減淡 一點點 那就是focus 一點 Apple 這個胭脂的顏色呢 其實之前我們都出過這個胭脂的 那就是那個pattern 就是我們經典的treat jacket的pattern 所以這個叫treat squash 那這次伸出這個顏色呢 就有少少像磚紅色 那樣 有點像威尼斯 那些屋的感覺 就是這樣的 好啦 接著我們就 畫了個嘴 那我們可以嘗試 嘗試畫上唇線 因為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少在香港畫唇線 但其實畫嘴就真的漂亮很多 那就加強了唇部的立體感 對 因為其實如果你們有留意的 model的嘴是比較薄的 對 那現在它其實畫上那個唇線 還有一會兒塗了唇膏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它有一個不同的效果 幫它封唇 那還有這個顏色是非常自然的顏色 那這個唇線也是這個新的顏色 另外唇膏呢 那一會兒pattern都會用到新的顏色 那其實這次唇膏呢 我們就總共有六個新顏色的 那分別呢就有一些 比較易用的 譬如一些這樣的粉紅色 也都有一些 也都有一些 你覺得可能 都有很多 如果喜歡Earth風的人 也都會很喜歡這些啡色 也都會有的 那現在看在上那個呢 就是78號色 是一個 比較甜美的 色色的顏色 其實 這次新的唇膏 全部都是我們 最經典的 pusha vua 來的 即是開啡的唇膏 所以它的質地 比較滋潤 亦都呢 那個乾雜感 涼雜感 是比較持久一點的 那你見到呢 現在用這個顏色呢 就有少少pitch tone 那就 襯起我的眼影 就不會太誇張 那還有呢 就非常之 自然的顏色 那我最後呢 還要講完它的鴿油 好 show your hand piece 好 那這次這個鴿油呢 就是呢 叫做Gondola的這個顏色 那也是一個威尼斯 因為它 你看它 襯了這些 這些這樣的 巴洛克風格 那樣的 ok thank you 好啦 那最後呢 就加上那個唇彩 就OK的 唇彩呢 就是帶一些的金色的 那樣的 那最重要呢 加上那個唇呢 有少少封唇的效果 然後呢 就突出順布 你看到整個妝 塗完之後 就比較 就是sharp 很多 尤其是眼的位置 那你等一下可以試一下 你可以試一下玩一下 那時間 很快 嘗嘗 看起來看起來 都會立刻變成 很意的 哈哈哈 哈哈